大家好 我是陈飞宇 我很想买东西好像最近没有什么 对 然后可能给家人朋友买一些 刚及格吧 五分吧 五分不算及格吧 我觉得都谈不上好吧 因为确实我也不是一个专业歌手 我是个业余歌手 其实平时也是非常喜欢唱歌 然后也是非常欣赏人的艺术 其实吉他我学的时间不太长 我平时就是自己成熟于消遣 才会去弹吉他唱唱歌 但是我肯定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 去努力的去学习这两样技能 有很多 因为作为一个演员 尤其是一个年轻演员 我觉得所有类型的角色都应该去尝试 我觉得如果让我演一个非常光荣的职业 比如说演军人 我觉得这是非常要挑战的 谈恋爱是缘分的事情 谈恋爱是缘分的事情 但目前还没有 时间过得很快 人生很短 如果真的遇到自己非常喜欢女生的话 还是应该主动追求 我第一个看的《笑人恋爱》片子就是初恋那间小舍 里面的男主角马里昂 她的脸就是初恋脸 女生初恋脸还是 我觉得长相可能就是比较自然 然后打扮也比较清爽 一张女孩子 是的 就是比较注重皮肤保湿 皮肤清理 最近其实就是熬夜比较多 会黑眼圈 然后有的时候晚上会喝水 这两天第二天早上起来也会有眼淡 所以说就是黑进化 对于熬夜来说非常好用的一款产品 就涂了以后第二天早上起来 肤色就不会那么暗 多喝水 其他的妙招也没有什么了吧 对还是比较注重补水 其实我觉得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肌肤的护肤品 就比如说这个黑精华 其实就是男女都可以用的 而且我觉得适合非常多的人 它也是属于非常清爽的 这种质感的护肤品 其实用起来就觉得比较靠谱 因为它确实跟你解释了说里面是什么样的成分 你每天用完以后皮肤也能比头一天睡觉之前要亮 然后包括你感觉肌肤确实很保湿 今天其实我非常的惊讶 就是看见巴雷欧莱雅可以有 就是这么科学的产品 就是我了解到的时候 这款黑精华里面有酵素和酵母 然后同时这款产品其实也特别保湿 然后对皮肤也特别好 然后就在今天看到了 我估计点准备 明镜需要的方法